让真正想开悟的放下万元 什么都要放下 那真修行 从哪里开始 从放下身间 头一灌 身间身体 甚至不顺乎 谁看我下 你要不放下 这个身是个累赘 啊 身需要 许许多多附带条件 你要去满足它 它是烦恼的根本啊 啊 身是什么 身不生活 身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 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啊 我所有的 哎 就容易放下了 哎 要把身看 那是真 那是真 什么是真的 自信是真的 本性是真的 身体是假的 我们要照顾真的 不要把全副精神照顾假的 假的随缘就好了 啊 第一关啊 这一关破掉了 真真 看破了 真正放下了 真 小臣粗骨 虚脱骨 虚脱骨 啊 大臣粗性位的菩萨 如果是生命放下 你没入佛门啊 你在门外啊 啊 释迦摩尼佛为我们的表演 十几个岁就放下了 啊 身可以随意切约 不必为他操心 啊 到处参学 是给知识分子做个样子 啊 你到处去学习 管不管用 不管用 浪费多少时间 啊 怎么管用 修定管用 啊 把所修的 学来的 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最开悟了 啊 所以 为什么不开悟 你心里头有东西 没放下 所以你不能开悟 心里头没有东西 有东西就坏了 啊 心里没有东西 那呢 真那呢 啊 所以 阿弥陀佛慈悲 阿弥陀佛慈悲 给我们开了个特别法门 啊 这个法门是 心里可以放一样东西 不能放第二样 这一样呢 就是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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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只要放这一样 啊 决定不容许有第二样 啊 全都放下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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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